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有三十刻度工作室之作 我是林语 2573集 当初灵霄就想以林语的家人要挟林语就范 最后她还是功亏一篑了 虽然不依男子这番话说得太过虚假 但是有一点林语却是不得不承认 现如今为万修效力的人的确要比以前的人强了 当初万修手底下实力唯一能过得去的就只有一个灵霄 就连手底下跑腿那个卖命的炮灰 也都是吞并了悬疑门之后 吸纳悬疑门以前的旧部都没什么太顶尖的高手 但是呢现在可不一样了 先是有李清水一众误隐门的后人 又有了眼前这个不一男子以及其实兄等一众灵宝门的后人 为万修所去世 甚至可能还会有很多林语不知情的古老宗门的后人都在其中 所以不由的林语不紧张啊 看到林语神情异样 不一男子顿时开怀不已 他一边喘息着 一边满脸得意的 冲林语说道 何家荣 你在来边境之前有没有想过 你不在京中的时候 可能就是你家人面临危险的时候 李后道人既然想让你全家都死光光 你觉得我们会放过这个机会吗 你说什么 这话煞时间击中了林语内心中最敏感的地方 他怒吼一声掐着不一男子的脖子 手斗然再次的用力 他立声问道 你这话什么意思 万修已经安排人了 他要对我家人不轨 因为太过激动 林语手上的力道不由的大了几分 直掐的不一男子喉咙割巴作响 白眼直翻 宗主 您快要掐死他了 这个时候林语背后奎木狼急声地冲他提醒一句 奎木狼燕子和云州 在杀掉那几个人宣泄过自己的愤怒之后 一人请这一名领保门的后人 扭着这三人的胳膊 踩着这三人的腿弯 将这三人按倒在地上 等待林语发落 听到奎木狼提醒 林语手上尽到这才缓了一下 让不一男子得到了些许喘息 不一男子重重地咳嗽了几声 撇着林语紧张的神情反倒幸灾乐祸地笑起来 他缓缓说道 怎么样 你害怕了 他话未说完呢 便立马变成了一阵凄惨的惨叫 因为燕子此时已掠到了他的身前 同时狠狠地一刀扎在他小腿上 不一男子疼得脸色煞白浑身抽搐 燕子冷声说道 我们宗主问你话呢 老老实实回答 再用这种语气跟我们宗主说话 我就挖了你的眼珠子 不一男子并没有理会燕子的威胁 反倒仰着头十分疯狂地大笑起来 放声说道 你们越是这样 越证明你们害怕 贺家柔 你就等着你全家人给你陪葬吧 老子让你笑 一旁的奎木狼 沉着脸冷哼一声 同时双手 陡然间用力一扭 只听咔嚓一声 清脆的骨头断裂的声音响起 紧接着便是扑通一声 身体栽倒在地上的闷响 不一男子的笑声戛然而止 他急忙扭头看去 接着脸色大变 眉目间涌起了一股无尽的痛楚 只见跪在奎木狼面前的 那枚领宝门的后人 已栽倒在地上没了声息 脊椎扭曲 整张脸一同后脑勺互换了位置了 睁大了眼睛张着嘴巴 死状凄惨 你最好根据我们先生的问话 老老实实地回答 奎木狼说着 走到云州的跟前 手中短刀一转 跪在云州面前 那名领宝门的后人 小半张脸皮瞬间被削了下来 露出了血淋淋的肉皮和森染的白骨 啊 那个领宝门的后人顿时疼得惨叫一声 否则我会让他们体会到什么叫痛不欲生 奎木狼淡淡说道 同时沾着沙石的脏兮兮的大手一把抓到那名领宝门后人没了脸皮的半张脸上换来了更加凄惨的惨叫 他知道跟不宜男子这个恶人交锋他必须比他们还要恶 旁边另外一名跪在地上的领宝门后人看到自己同伴的惨状 浑身吓得直哆嗦 仰着头嘶喊着 要杀便杀 你们这么做 算什么英雄好汉 就你们也配替英雄好汉 奎木狼直接一脚将他踹在地上 用脚踩着他的脸死死地念在地上冷声说道 你们那么残害自己的手足同胞连狗都不辱 哪有资格评判人 不宜男子看着自己的同伴受尽了灵虐 情绪分外激动 浑身颤抖不停 但是他紧咬牙关并没有吭声 燕子立声呵斥 快说 你们到底有没有派人去京城 如果派了的话 总够有几个都是什么人 以什么方式潜入惊中的 再不说 我就一刀一刀把他们身上的肉割掉 不宜男子猛地转过头去 凶狠地瞪了燕子一眼 接着他神色一领 昂首对对面的两名同伴喊道 灵宝们后人铁骨铮铮 宁死不去 岂能被他们这些卑鄙龌龊的手段吓倒 我们就算粉身碎骨 也绝不能跟他们屈服 很显然他已经做好了死的准备了 也让自己的同伴做好宁死不屈的准备 你不在乎他们两个人痛苦不痛苦 但是你总该在乎自己痛不痛苦吧 这种痛苦你不会想体会的 我劝你还是尽快把该说的都说了吧 说着 林宇便掏出了两根随身携带的银针 准备使用事故针法 逼迫那不一男子就范 不过不一男子压根就没有在乎林宇手中的银针 反倒嘴角勾起来 有着一丝若有若无的深意笑容 冲着林宇悠悠说道 实话告诉你 你杀不了我 我可以掌握自己的生死 但是你知道 我为什么要跟你说这么多吗 林宇被不一男子这突如其来的一句话 问得不由愣住了 经过不一男子这一提醒 他也立马意识到了事情的不对 自始至终 这个家伙都没有跟林宇提过任何要求 既不想为自己求生 也不想为几个同伴求生 但是呢 他却是跟着林宇来来回回聊了很多呀 虽然并不是有问必答 但是基本上没有刻意地藏着掖着 起码他也传递给了林宇很多消息 这便是奇怪之处了 既然这个人并不想求生 那为何要和林宇聊这么久呢 说这么多废话干嘛 林宇皱着眉头细细地想着 紧接着脸色煞事件大变 左罗 你是为左罗撤退 争取时间呢 既然不一男子 在明知自己必死的情况之下 还故意拖延时间 那唯一就是这个可能了 这也说明 不一男子等人 应该是左罗身边最顶级的高手了 所以一旦他们失手沦陷 对于左罗而言 最好的选择便是及时撤退 你脑子还不算太笨 不一男子仰头大笑几声 算是默认下来 一旁的奎木郎 燕子和云州三个人听到这话 神情猛然一变 奎木郎迅速起身 下意识地朝楼梯口冲去 他想要冲上楼去 看个究竟 别白费心思了 他们已经走了 不一男子扫了奎木郎一眼 自得地说道 我刚才下来之后 就已经跟他约好了 如果半个小时之内 我没有上去 就让他们抓紧时间撤退 我没有上去 没有上去 我先来之后 就让你爬的